主席 全國的民眾 大家好 真相只有一個 民進黨不要怕人 又怕救人 民進黨不要怕人 又怕救人 剛剛畫面時間沒有跳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真相只有一個 剛剛大家從畫面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麥玉珍 麥玉珍是去欠價的 結果民進黨跟某些電視台 把前面最重要的畫面剪掉了 前面的畫面大家看到是什麼呢 欠價的麥玉珍被民進黨的立委 從後面推 推完之後 兩拳先打了她腰部跟她的背部 真相非常清楚 當他麥玉珍被打的時候 他回過頭來 臨時會一拳就上去了 現在麥玉珍已經去台大醫院驗商了 我希望全國的民眾做功德備啊 還給去欠價的麥玉珍 還給台灣民眾黨一個公道 請不要一挖揭目 特別是媒體 地視權 要站在最公正的一方 請完整的播放所有的影片 不要一挖揭目把最重要的前面把它剪掉 拜託大家 這功德備啊 還給麥玉珍 欠價的麥玉珍一個公道 另外大家報告 台灣人是很有智慧的 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TPOC最新的資料跟分析 對於最近這幾天 國會改革跟反改革 最新的統計跟分析 G7國會改革的人是多少 65% G7台灣民眾黨 叫這邊國民黨拿出來 國會要改革的方案 在網路上的整個聲量 占65% 反對了支持民進黨 還改革了 只有25% 民意是非常清楚的 民進黨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視民意的政黨 能不能順從民意 看看最新的民意的這個表現 支持國會改革 因為真相只有一個 再多的抽研 再多的這個扭曲 都沒辦法 人民的心事熱的 人民要國會改革 人民要把光天的弊案查清楚 把超市 過期計量的事情查清楚 把高端疫苗事情查清楚 把快篩的事情查清楚 國會改革方案是一道陽光 要照進來之後 這些弊案 暗無天日的弊案 終於要打開真相了 人民的心事熱的 請重視民意 請回應人民要求國會改革的決心 這次所有的國會改革方案裡面 有非常多 超過九成以上 都是民進黨以前所提過的 包括邀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柯建民 柯總召清楚講說 是要用疾問疾答的 現在通過的是 台灣民眾黨的版本 用意義氣即時 即時這個打選 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案子 所以請民進黨 回應民意 支持國會改革 謝謝 過去在野的民進黨 我欣賞 可是執政的民進黨 我不欣賞 為什麼 當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口口聲聲堅持 國會改革 刻不容緩 離手當然 當執政的時候 沒有想到 今天立法院 國會再改革 結果 阻擋重重 所以我真的不了解 民進黨 為什麼有兩個兼職 跟兩個理念 我真的想不通 我相信全民也想不通 好好的在野黨 民進黨 是大家欣賞的 執政之後 是大家透氣的 我感覺 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 告訴我們所有從政人員 說 當家不鬧事 可是 沒有想到 當家的那麼 鬧事 這是 違背整個 政治倫理的作法 所以 我真的蠻希望 當家不要鬧事 自從台灣民眾黨 2月1號 就直到現在 我們台灣民眾黨 是秉除 理性務實的態度 在做 任何一個議案的配合 但是 我說實在的 我萬萬沒有想到 過去欣賞的民進黨 跟現在過去的民進黨 完全都是 兩種兩套標準 台灣民眾黨 反對 暴力 台灣民眾黨 堅持理性 但是 我在這裡 特別要跟 所有政黨報告 你們五十一席 不要欺負我們八席的小黨 我要告訴各位 雖然我們人少 但是我們會堅持 我們的理念 國會改革 絕對堅持到底 不管環境多麼惡劣 你們怎麼樣去欺負 我們的麥一針 怎麼樣去罵 黃國昌 我們一定堅持 國會改革 我們絕對不推收 但是我必須要替台灣民眾黨講一句話 如果 你們堅持 以暴自暴 我們台灣民眾黨 雖然只有八席 可是 我們還是會 事實去抗議到底 堅持到底 如果 議會殿堂 一定要以暴自暴 我坦白跟各位講 我們一定 事實捍衛到底 台灣民眾黨 雖然小 但是請你們 不要再欺負 麥一針 請你們不要再欺負 黃國昌 這是一個 不人道 謝謝林國成委員的發言